那我们在国外去发布的时候呢 首先这个手艺大家非常喜欢 关注度非常高 然后呢我们做了中国的起跑 我们把中国的这种服饰文化 跟西方的礼服的 这样的一个服饰文化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首先他们又有了自己的礼服的这种亲近感 然后还有着我们东方的服饰的这种新鲜感 还有就是我们的在大山里 穿成几千年的苗族腊染的这种神秘感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大家的兴致会非常高 我是做腊染的小裁缝程浩 来自哈尔滨 从小的时候 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妈妈来给我做嘛 所以受妈妈的影响 在17岁的时候 跟着师傅学了一个裁缝的手艺 到20岁的时候就开了一个裁缝店 25岁的时候就想怎么样 把自己由一个裁缝转向设计师 后来就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接触了很多的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文化 后来把自己定位为用裁缝的语言 讲读中国文化的一个故事的这边的一个定位 那在16年的时候 刚好我们在中国民族博物馆和我们宁航 拉冉宁妈妈一同做的一个展览 叫千年窝托的这个展览上 结缘了拉冉 我觉得这样传统的手艺 它现在停留的状态 依然是少数民族 苗族的这个小众的人的使用范围内 把它拿到都市中 其实如果不改变的话 它依然还是那样传统古朴 跟现代人是没有通话 就是没有沟通的 后来我就想怎么样 把这样好的手艺 跟现代人有所沟通和触动 那我自己呢 又擅长做的是礼服这一块 所以呢 后来我就用我礼服的这个语言 来阐述 来解读 来运用拉冉的这个技术 在不同的时期 拉冉给了我不同的触动 像第一次来的时候 比如说这边的 锦基的故事 蝴蝶妈妈的故事 太阳谷的故事 还有千年的窝脱的这个文样 等等这些 都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我当时以这些文样 每个文样设计了一件衣服 那我做的主要的作品 就是我们的腊染的旗袍和礼服的结合 我们叫腊染的旗袍礼服 我们腊染的旗袍礼服 它首先要有旗袍的形质所在 比如我从旗袍中提取一个 利领 完之后跟西方的礼服的 鱼尾的形式结合在一起 或者是公主群的大摆 它这种婚纱的形式结合在一起 或者是呢 我们旗袍的一个偏筋 或者我们旗袍的一个前面是旗袍的形 后面是西方礼服的一个脱尾的这种形式 还有我们中式的旗袍的这个盘扣 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不是以纯旗袍的形式来呈现出来 我们可以从中间提出来一到两个元素 把它再跟我们现在的西方的礼服的立材的结构融在一起 我的一个作品中 其实我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设计在 那我设计的可能是款式 是造型 是局部的一个细节 但真正的创作还是这群画娘们 当你给她一件衣服 你给她定一个主题是鸟 那就是这个鸟画多大画在哪里 然后具体怎么画鸟是什么形态 那需要他们的创作和构思 做两个 就是这不上面一个七十下面一个七十吗 上面加牙子下面不加 往下面就上拉链就好了 那有一面也还不是一样的 也要上拉链啊 不是啊 最初的时候他们不理解 就说衣服就做衣服嘛 为什么要做那么大 怎么穿嘛 到后来之后慢慢的 他们随着对我的了解 对我们在外面发布啊 我会把一些照片呢 一些大的概念的礼服 分享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慢慢的去转化了 他们说 嗯 程浩老师来了之后 把我们的蜡染 让更多的人喜欢 而且从我们的小的寨子里面 走到了大的都市 还走到了国外 他们就会很开心 那蜡染呢 它是一门传统的技艺 它所承载的面 其实需要更多的 不同的风格的设计师 走进它 用自己的不同的方式 来把它转化成 我们现代的一些产品 那我们这边现在工坊呢 有48位画娘 整天在这里以画为生 我们希望更好的 把这样的手艺保留下来 然后随时欢迎 我们都市的 不同的行业的 不同的风格的设计师 走进我们这个工坊 用自己的设计语言 再加上我们这样 古老的一个蜡染的记忆 做一些更多的触碰触动 把它转化成 现在的我们的一些产品 传播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